我很好騙 只需要動用一杯咖啡 就能實現 在剛掙脫的那場夢魘 就是調侃我 是誰的心啊 在露營啊 他還好啊 我多想害他 朋友就是也是蠻有趣的 但沒有關係這些都是養分嘛 FIR 阿慶開展詹文廷 決裂到獲獻全說了 文廷啊 這邊老師啊 我啊 我們現在有一些 整個很多的矛盾還要處理 我都要溝通啊 FIR 樂團的官司漲火圈擴大 原先是團長陳建寧 與主唱詹文廷對付公堂 等到上月才出庭坐鎮的阿慶 發現自己招詹文廷錄音 讓阿慶怒莫非 2018年創作的昌聰 是抄襲當時三人一起寫的歌 提醒來還不願意掛名 讓他任務客人 鎮揚言要高到底 現在我們很流行所謂的 corriding corriding 共同創作 我其實對於 昌瓊這件 歌曲的共創的事情 我最不能接受就是 所謂的行政會 因為我這四年 因為都是委託 這個 藍營公司 就那個昌瓊公司 去跟文廷去討論這塊東西 因為對我來講 我也不是很想要去 很直接的面對 因為畢竟也還是朋友 所以我那時候就說 那你們幫我去爭取看看 或者是善意的溝通 這塊 台灣現行的 這個預付版稅來交換 我們就是六萬塊台幣 就算三分之一 也得兩萬塊台幣 其實也沒多少錢 但我覺得就是一個尊重 結果我看到裡面有很大篇幅 好幾次的證人啊或什麼 他們都說 這是在開一個行政會議 我當下覺得 一點點太開心了 但是你 你用行政會議 意思就是說 我們都是零 因為代表我們 雖然在參與這個寫歌旗中 但是我們都在做會議記 或者是無償的在一起寫歌 第一個我覺得不符合CoreWrite 我們現在整體 大家所有在共創的 一般網頁業界的八字 他們也在推翻一個 現行所有音樂員共同的一個 基本的合作方法 一般來講 我們作詞給人單的三分之一 編曲人單的二十三十五 小旋律的加起來 三十二十四 有的時候還會分一點給旁邊的 製作人 給行政 不太可能就是 其他人參與人都變成零 然後給他一個理由 他們能做一個行政會議 因為我認為文婷是一個 很企業的 很資深的藝人 也是歌手 也是老師 他應該要以身作則 就是網友改編我的詞 我很好偏 只需要動用一杯咖啡 就能實現 在剛掙脫的那場夢魘 就是調侃我 是誰的心啊 在錄影啊 他還好啊 我多想害他 不談愛恨糾葛 來談談阿清 近期規劃好了 今天應該會看到很多 阿清的作作 不一定是我自己的 然後幫其他歌手 創作或製作 都非常多